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要搞清楚 这是事实真相 佛给我们说了个原则 你能够带得走的是这 带不走的全是假的 我们想想人死了之后 这个世界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 你的财产带不走 你的地位带不走 你的眷属带不走 你的荣誉也带不走 真正能带走的是什么 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夜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这个世界一样东西带不走 只是你在这里造了些夜 那个夜会跟着你 这两句话我做起来都寒毛之术 有一些人念起来 无所谓 要麻木不忍呢 真正有知觉的念得真可怕 怎么感到夜 能够跟着你走的人 想问你一生就造作 这个造作包括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无不是夜 奇心动念是一夜 口里音语是口夜 身体造作叫深夜 这个东西没办法生 这个夜里又感召到来世的音 夜里是音 来世遇到缘又未产生变化 这才是个可怕的事情 才是个麻烦的事情 这是六道轮回的真相 不知道啊 深深实实 永远离不开啊 不想他 不想他不行啊 一生生世世的生活 这受得多苦啊 夜有善悟 如果是善意 维系在伦理道德 佛家讲戒律 在这个标准里头 叫做善意 善业感三善道 你来生之后 三善道就相复 如果是我业呢 来生就三窝道去了 遇到财思名利 违背了冷场 违背了毅力 你占有它 拥有它 要造我业 以正义的心 何勤何离何乏 你占有它 这是善意 不管你是什么业 总的一句话说 你造轮回业呀 三善道和三窝道 轮回业 错了 既然在六道轮回里面 你就要知道 肯定在三窝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 六道众生 以三窝道为家了 三善道是出来度假 观光旅游 所以佛把三善界 比喻着苦海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从哪里回头 从物回过头来 向山 从米 回过头来 向旧 哪一样东西是我的 没有 只有真实的功德 是带得走的 佛家常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夜随身是很可怕的 我们不要早夜 决定不带罪夜 不带 我也不带 善业也不带 我们带的是什么呢 净土法门讲的 敬业 我们这一生念念当中 我们造的是敬业 敬业是纯善之业 三轮提空 修一切善福 心里头不落痕迹 这叫纯善 纯尽 这个是敬业 这个能帮助你 往生极乐世界 能帮助你 增高品位 我们干这个 事出世间一切法 统统要放下了 不但是世间法 出世间法也放下 丝毫都不忍住 善我业 我都把他放下 我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敬意 他不但没有善我 连染尽都没有 可以说这个名号是纯净纯善 我只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书 永远记在心里 只有这一念 不许第二个念头 颤杀进去 你成功了 为什么呢 这叫一心不乱 心里只有一道理头 一心不乱 你决定得生见度 你决定得生见度